神愿一下 各位好朋友 那么我是 台湾地铁促进协会 那么刚才我听了这一句话 感触良多 我们的政府 现在的执政 不管是谁 都没有站在我们人民的立场 人民想要的是什么 他都搞不清楚 只希望说得到他们的利益 那么像我们桃园铁路的高架 那为什么要执政的这个高架 也是要征收很大的土地来做掩饰 那么台南这一期我刚才讲的 地方的繁荣 每个人都希望 连可我们牺牲都可以 我们都支持 但是呢 他为什么不贴我们的 连土地借给你用 做好了以后 再还给我们 那为什么还不肯 这样两边都双赢 我们铁路地下化桃园的 也是有曾经用这样抛出这样的议题 但是还是填补下去 这个是最可悲的 我希望政府的建设是大家的利益 不要漏在这个少数 弱势的团体的身上 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在这里我特别再来呼应 这种各自传这些症 大家